国防部10号在太平岛派出了200多名的海军陆战队进行了抢摊操演 创下了我国近年来在南海最大规模的演习 但是现在却传出说这个海军陆战队编制人数将会缩减一半 还要移防到澎湖 蓝略立伟就大表不满 认为国防部这项措施是要让国军的战力大打折扣 一声令下AAV拐两栖突击车开出军舰前往太平岛展开抢摊演习 国防部在10号出动6艘战舰20辆AAV拐 200多名海军陆战队实施未将操演 演练太平岛预袭时国军在第一时间支援 创下我国近年在南海最大规模的演习 不过现在却传出战力坚强的海军陆战队 人数将缩编成一个旅 还要移防到澎湖群岛 立委大表不满 这样做其实是不好 这会撼动到军队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国本 你要精简你的部队 应该精简掉比较没有作战能力的那些部队 要精简掉一些的行政的单位 一些的高餐 固案如果是太强流弱 淘汰强的海军陆战队 留下比较弱的部队 这个是大错特错 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国防安全 同时也削弱了国军最精锐的作战部队 立委不分蓝绿异口同声反对 国防部也赶紧出面澄清 强调只是事情况调整 但为了保住海军陆战队 立委已打算在5月1号视察海陆营区 就是希望保住这批最有战力的精锐部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